在过去寒窗苦读的十多年里 大家一定都做过很多的选择题 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 我们或是需要精密的数学计算 或是需要缜密的逻辑推理 考入清华的大家 一定都做对了其中的绝大多数 但我更想要恭喜大家的是 一个多月前 你们很可能做对了人生中 一道非常重要的选择题 那就是选择清华 当然 人生并不会因为大家选择清华而变得简单 今天在这里 我虽然不能告诉大家每一道题的答案 也不能预知每一种选择的结果 但是我可以和大家分享的是 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成长过的清华人 都做着什么样的选择 清华人的选择 是少一些盲从 多一些探索 更自信 更开放的清华 给我们更大的舞台 各位师弟师妹 你们将有至少四年的时间 去探索新世界的广袤 身在清华 我们的知识源泉 也可不止于中国大地 我们甚至可以不必把目光 均匀于地球表面 下至2400米深的暗物质实验室进入加快建设新阶段 上至天阁计划首颗实验卫星发射成功 或许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但天阁计划学生兴趣团队的组成人员正是我们身边的51位本科生 身在清华 不只有一千一万种选择去做的事情供你挑选 不盲从 有主见的你 更可以尽情探索 去创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选择 清华人的选择 也是少一些安逸 多一些拼搏 在过去的四年生活中 我也曾经历过很多个看上去惊心动魄的时刻 渐渐地我发现了两个规律 第一个规律是 起起是偶然 落落落落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 用一颗平和从容的心去接纳困难 才能让我们拥有更好的状态去战胜它 第二个规律是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各位师弟师妹 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要觉得自己是唯一的一个 在你之前 在你之后 都有无数的清华人在这里 经过摸爬滚打才能成长 清华人的选择 还是少一些推托 多一些担当 前辈们曾说 选择了清华 就是选择了一生的责任 这份责任对我们而言 其实不是遥不可及 我们可以选择 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 关心身边的朋友 在寝室 班级 各个集体里发光发热 付出一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去体会为他人奉献的快乐 今日的我们 也将为未来承担更大的责任 打下坚实的基础 选择探索 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挫败 选择拼搏 往往让我们远离他人脚下的捷径 选择担当 意味着要付出更多 默默无闻的汗水 出于对探索未知的渴望 对追逐梦想的赤城 对祖国大地的深情 那些当时看上去 没那么实际 没那么安逸 没那么划算的选择 往往正是属于清华人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 会在长远的未来里 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亲爱的师弟师妹们 清华一定会成为我们一生的骄傲 但希望考上清华 只是大家人生的新起点 而不是顶点 选择清华 你一定会不需此行 也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每一个岔路 都能做出属于自己 最清华的选择 亲爱的九字班 再一次祝贺你们 期待你们在清华园 都能不复过往 拼搏现在 成就未来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